大家好 又回来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侯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财士真迪好 亦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长 郭卉梦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得建设性的留言 今节我们就讲讲这个普京大帝少料 为什么原来普京的影子艦队 它不是军舰来的 是混油的 混石油的天然气 西方制裁仍然不断壮大 原来来自一份行业报告 自从去年以来莫斯科使用 是保押不足的老船救船 不过他们是这样的 当然是老船救船航得不远 他们就翻身了 原来我们是输送石油 好 而且 运送石油的能力是增加了百分之七十 最新的研究也看到 虽然最近对于保险公司和航运公司 进行了很大的打击 因为 以前记得它还没有切了最低价格 最高价格就是最低价格 又说如果过了最高价格的鹅油 保险公司就不可以帮他买保险 那你不帮我买 我自己搞 我自己搞 你航运公司不帮我买 我自己买 当然 当中有没有一些 不好的事情发生过 当然有 好像这艘船 其实它始终是旧船 老舊的船隻 所以有时候也发生一些意外 这一架船 很明显就是 发生了一些 应该是一些 消防事故 也有 船就漏油漏油漏油之后 它们就走 因为你要乘保 但是它就没有乘保 就是承担这个是保险 其实它自己承担 但往往它就不承担 就走了 当然 怎样都好 现在 普京旗下的 影子运游轮 的运载能力 同比增长了70% 令莫斯科 其实 基本上西方对它制裁 是不大的 是的 看回数据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 原油 下面就是原油 下面那条线 之后那些 这是来自金融事报 就是 通过影子 艦队 或者是运游队 上面就是石油产品 还有一个国家 帮它制裁很多 印度 这个始终是 制裁俄罗斯 是很大的缺口 但是西方也是 只眼开只眼闭 因为印度有些 油产品 也在印度加工了 换了层色 换了出产地 就变成印度 我觉得这东西反而西方是默许的 始终是贵的 印度加工了 就卖到欧美 也是有的 现在俄罗斯基本上 完全没有影响就是假的 但是 影响是降到最小的 原来最新一份报告也看到 由于 维护不善 或者保押不足 这些运游论 其实 就算怎么样也好 从去年6月 每日 运载量 240万桶 现在增加 在今年6月 因为它是一年 每日是410万桶 这个趋势的背景是什么呢 看看美国 日本 加拿大和欧盟国家 越来越多 将矛头指向全球的 保险公司和船东 就希望你不准再帮俄罗斯运 不准帮他运游 为了打击获斯科的收入 他们 亦都将 和 俄罗斯有关的影子船队公司和个人列入制裁名单 不要紧 你制裁了他们 或者 你不让我用也不要紧 我自己做 我自己 我自己找些烂船回来 你不卖给我吗 是吧 原来我们看看 对运游轮的制裁 非常有效 但是 指定行动过于有限 它对运游轮制裁是指对西方的城堡 是运游轮 但是它自己的 就是 因为它自己是普京自己的 真正无法分压制的就是 俄罗斯的影子船队 它说有限制裁 如果它真的重用西方那些 运游轮船公司就有效了 它自己运游轮你怎样 你叫普京制裁自己 原来 就说应该系统这样使用制裁 强制要求 这些船 购买足够的漏油保险 从而应对影子舰队 带来 严重而且紧迫的环境威胁 说真的 可能 因为你担心影子船队漏油 可能 最后 你普通的那些欧洲船东 你都可能被它运游 你不如帮它运游 这是我的想法 不过不一定会 其中很多船隻 经常在繁忙的欧洲水域航行 包括波罗的海 丹麦海峡 直布罗陀海峡 增加了欧盟和轮角 有环境风险 原来他们也建议欧洲水域要建立无影区 降低这些风险 否则会是一场灾难 因为他们漏油 在欧洲的家门口发生 大家都大惑 监管框架当中 很薄弱的 加上影子邮轮 在俄罗斯石油贸易 当中急剧提升 角色 以备着发生重大环境 的事故 大家一获属 很简单 普京说你帮我运游就没有事故了 是吗 是的 不行 我正在制裁你 你玩我吗 你这么敢向他的 运游轮 吹导弹 很糟糕的 你直接向他宣战 其实他就预 知道你不敢向他的船动手 硬的只要是军事行动 2024年6月 俄罗斯70%的海运石油 是由影子船队输送的 俄罗斯为了 组建影子船队用了100亿美金 其中包括 俄罗斯 是总原油运输量的89% 其中大部分 在2023年中期以来交易 价格高于 每桶60美金上限 其实这些 影子船队运输出来的原油 每桶肯定高于60美金 以及 石油产品 亦是 出口的38% 都是靠影子船队做的 通过这些影子船队 其实莫斯科也切断了 和价格上限 联盟国家的联系 这些国家施压全球保险公司 就要他们确守 对我的制裁制度 令俄罗斯 只能够选择国内的保险公司 如果这类保险的质素 和可靠性 和范围 令到他们很担心 原来 西方亦都担心 这些混油轮 他们的船龄平均18年 再加上 是没有足够的保险 令到这些船隻 是很危险的 船队使用 是灰名单 的这些 灰名单 船旗角 其实 它是匿名了所有 的一些东西 有些是查不到的 匿名所有权的结构 进一步加大了风险 原来他们经常 包括 有很多中间商 来自哪里 原来英国有会计师 还有杜拜有公司帮他们做事 亦都透过层层公司 实施隐瞞起来 一层隐瞞一层 一旦出事 欧洲可能面临 高达几十亿 欧罗的清理费 很简单 你让我用船 就不用担心 要是你让我用这些 保险公司 就不用担心 和 俄罗斯有 其实他们就发生 几单意外 好像今年三月 有十五零船员 Stark 这个运游轮在丹麦附近 同一艘船 相碰 由于当时 这艘船在洗往俄罗斯事件 在过去四年四艘 俄罗斯影子船队的船 曾经失去 发动机的动力 包括 达特尼尔海峡和丹麦海峡 发生事故 用在 从其他受制裁买家 的运游船船 船队亦出现 基检事故 突显了违污问题 以及其他的事件 另外一个受制裁有影子船队 就是伊朗 之前他也叫伊朗借船 现在自己有 很厉害 自己搞 伊朗教识了这条洞 幸好伊朗教识他 但是现在 以色列就说要轟埋伊朗的石油设施 你就试试 其实都很糟糕 全球一获属 是吗 2023年5月一手 用在 是运输伊朗石油 悬挂柱 是加蓬国旗 船龄27年 是可以载到 70万桶原油的船隻 在印尼附近发生大爆炸 这艘船当时是空的 加蓬也发生了政变 是讲法文的 是讲法文的 多艘影子船 亦发生洩漏事件 其中一些造成环境的破坏 造成破坏之后 就走掉了 好像19年 之前曾经参与 伊朗石油贸易 23年船龄的 Kraibs 1号 就在新加坡附近同一艘 另外一艘运游轮 发生了 雙碰事件 他关闭信号并且想着逃脱 后来就被马来西亚海岸防卫队 拉了 当然普京的手法当然层出不穷 有个国家 当时也说得很硬 就说 不可以 被普京这样搞 亦要跟 欧盟修补关系 一齐 被称为 是 抗俄挺污抵国 波兰 原来是波兰 图斯克 上台一年 他的前政府 在国内的疫情受到强烈抵制 可能图斯克 都坐不稳 他就很反俄 当然之前 其实之前 是 法律与公正党都反俄 但后来都松松地 和乌克兰关系搞叉了 因为是农民问题 但是图斯克 因为他曾经是欧盟的高官 他非常 坚决反俄 其实之前 波兰也有点松松地的时候 他就当选了 去年10月他当选了 他也誓言 你知他 是什么 他有一个字 铁掃把 蛤 这么搞笑 铁掃把 是的 好像是蘇精昌 用掃把把把握走冬军 倒地争 倒地争 他也很久没有叫花鼠窗 他也叫大花鼠窗 我去台湾 经过我亲戚 我都见到他吗 他真是书精昌的 他只要主意 就使用这个铁掃把 要扫清 要扫清上界欧洲 移欧派政府的政治官员 但是过去一年证明了他 他就说那些政治官员 有些就是亲我 亦都证明了 他对应的承诺方面 是非常有限的 当然 他上台没多久 涂斯克也恢复了和冯德罗欣的关系 亦都 被冯德罗欣解 冻结的欧盟资金 恢复了 波兰某些方面的国际地位 但是 在波兰国内 社会严重分化 尤其是对于 抗俄方面 这个肯定的 其实不单止 不单止波兰 很多东欧国家都是 因为他们 你知道事实上 苏东波联 苏联未解体 这些中东欧国家 和苏联关系太深了 太深了 而且 或到 或少这么多年来 有没有受过俄罗斯的恩惠 恩惠 当然 有极权统治 你推倒了本来的政权 有些人还 在那里 他们或许 希望俄罗斯帮他们 取权 不出奇 对不对 波兰社会仍然是严重分化 总理 疫情继续受 终于 右翼反对 波兰总理和总理都撕裂 都分裂 对 对 其实 法律与公正党 最初都很挺污 但是 后来他都会松松的 因为 始终对于农民的利益 如果狂撑污的话 是受到影响的 当然 如果你不挺污 其实波兰的右翼的总统 其实他都会反对我 但是 挺污方面 就会有点松松的 这也没办法 就算你涂斯克也不敢 是逆一些农民意 是吗 又想带卡车出来 是呀 真的太密了 住边境 又想来 是呀 原来这个 波兰学者就说 图斯克想令到 图斯克令到 污位变得非常明显 但是清理起来很难 总理 他讲大了 过渡承诺 亦都说 图斯克的阵营当中 很多人就期望 迅速清理法律与公正党的官员 当然 他们还有三年时间 来完成他们的任务 但是你三年呢 你这样 其实国家撕跌得很厉害 究竟你有没有这样 是 顶到三年 阻撓图斯克 是将 法律公正党系的人 清裁就包括 这个法律公正党 忠诚的拥护者包括 是拥有立法否决权的总统 杜达 你们自己 政府内部 都这么撕跌 除了对俄罗斯议题之外 杜达其实比较亲中 杜达其实比较亲俄 杜达其实和冯德罗恩是同一条抢 但是杜达说 没有和中国搞得这么差的关系 他也有很多投资在波兰 是不是 还有宪法法院 的法官 还有 央行行长 其实全部都是反杜达 法律公正党的领导人 卡阴斯基 其实 对杜达敌意很多年 就说图斯克不是外国者 而且 法律经政党就被图斯克逼害 就说 当然他说这一套 图斯克就说 你这样 即是 这个是靠他母子的 你这样支持我 你说我逼我 他就搞得国家撕裂 他的意思是 因为图斯克完全挺污 波兰 国内的舆论就说 批评图斯克 等于变相帮普京 等于支持我 那么他 如果这样互相批评互对 令到国家撕裂 事实上撑污的力量是差了 喂 自从是 农民出来挡住 波兰和乌克兰边境的时候 其实撑污力量就开始松了 因为你踩到他的利益 踩到他的利益 那图斯克这样搞 他全面撑污 其实很多人 在利益不受损状态下 是没问题 但是 但是你搞得他的农民利益受损 法律与公正党有很多非离子农民 他当然和你撑到陷 当然他们就说 总理不是一位外国者 经常迫害 是我们法律与公正党 并且他做的事 搞得 大家 国家利益受损 狂撑污 看看图斯克的公民联盟 原来支持他有多少呢 有32.9% 法律与公正党 就有32.1% 0.8%是等于没有的 是等于没有的 这么接近 难怪撕裂得这么厉害 包括 对俄罗斯的运游轮的制裁 之前 图斯克也大量推动 当然现在看到这些影子邮轮 又是 弄得他不够 用不懂 他已经找到洞路了 弄过你的制裁 没错 现在图斯克最害怕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会和匈牙利一齐 法律公正党 因为其实法律公正党 和匈牙利的关系挺好的 如果一齐的话就糟糕了 最搞笑的是 现在图斯克也说 现在想不到 波兰 真是5-5波 支持右翼的同志图斯克 5-5波就是32.8%和32.1% 其实是没有区别的 因为他有个误差 是吧 是 是 这两个差距太少了 也是 就算你1%都可以逆转 波兰这几年都过得一样 对不对 好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再见 好 再见 我们下个主日的